SBS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 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好 我是丽华 墨尔本的LaLaLa Outpick是一个由库尔女性组建的环保组织 他们定期举行捡垃圾的活动 组织成员的足迹遍布乡村城市和公园海岸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采访LaLaLa Outpick组织的负责人罗勒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特别的环保组织 罗勒你好 你好 我们的这个LaLaLa Outpick是一个倡导环保的一个组织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简单来说 LaLa Outpick就是一个鼓励大家 然后一个女性社群号召所有的华人女性 然后去户外捡垃圾 通过捡垃圾的这个方式 跟大家联系起来 同时呢也可以去户外多运动一下 那是非盈利的 但是我们很幸运在 我们刚刚才成立 就是2022年的时候 很幸运地得到一个维州州政府的一个组织Funding 那个Funding叫做LGBQ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Grants 拿到了这个Funding之后用这笔钱去购置了一些必须的环保用品 然后到现在我们也在用 成立的时候是在22年的2月份 那个时候我们做第一期的活动 其实当时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到外面去那个Wereby Gorge 走了一个大概10公里的环线徒步 在那个环线的途中开始捡垃圾 从那个时候开始 城市环境里面垃圾其实还蛮多的 然后你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在Morgan Central 在联邦广场 包括在Box Hill这些地方 都会有比较多的垃圾 你们这个组织除了说保护环境之外 组织的成员也是蛮特别的对吧 对我们这个群体是指对女性开放 主要是华人女性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只是女性的成员 同时我们也是一个积极倡导 就是库尔文化的群体 所以我们大部分也是库尔女性 成员有多少人呢 大体的这个年龄组成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的职业呢 老师啊 布施医生呢 会有一些学生也在 大概年龄群体的话 还是20多到30岁左右吧 参加过的participants 捡垃圾的参与者 石峰图固者 已经有160多个差不多 华人是最多的 但是我们以往的参与者的话 不同文化背景的都有的 比如说有来自南美的 欧洲的 但是都是女性成员 职人女性或者是库尔女性都有的 嗯 多久组织一次活动呀 我们这个活动其实每个月都有 一般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 或者周六 我觉得我们的足迹 大概已经遍布了 嗯 维州车程 就开车两个小时以内的 基本上很多地方了 因为我们已经办了25次活动了 远一点的 我们去过巴拉瑞 去过Delsport 也去过Angles Sea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一些海滩 或者是徒步的地方 或者是公园 对我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 然后带领我们的 所有石荒徒步的朋友们 一起去在一个比较 沉浸式的环境里面 去感受维州不同的景观 有山啊 有水啊 有小溪啊 有瀑布啊 有海啊 沙滩这些我们都去过 嗯 一般这个活动啊 每次活动是怎么安排的呢 活动进行时间会 紧张维持在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那个 体力啊都不一样 年龄背景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紧张会选择 比较容易 不会太难的徒步线路 我们就用那个工具 就那个东西 英文我们叫做Picker 然后我们用那个Picker 就去不同的那种 图里面呢 或者花丛里面 捡到一些口罩啊 塑料袋啊 烟头啊 这种垃圾 然后放在那个垃圾袋里面 然后就基本上 一路这样走走走 嗯 那收起的这些东西 又把它放到哪个地方呢 有很多东西 我们是分类 然后把它给 带回到可以回袖的地方 给扔掉了 进行一个比较 合理化的处理 还有一部分 我们其实有想办法 再保留它们 之前我们有捡到玩具 然后我们还捡到过 一个软的皮球 甚至我们还捡到过一个 没有开封的安全套 然后我们想要把这些东西 以某种方式留下来 可能之后我们会想要进行一个展览 环境内的展览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非常自信地觉得 我们做的事情是对这个华人社群也好啊 女性社群也好啊 或者是酷儿社群也好 都是一个很值得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展览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同时也会号召更多人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 然后进行一个时光徒步 同时也是一个社群交流的活动 每一次这个活动还收集的垃圾多吗 每一次还蛮多 它其实也取决于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参加 如果人参加的多的话 我们之前有跟另外一个华人 酷儿女性组织叫Yellow Kitties 我们那次一起办了一个合办的一个活动 也是一个从小溪走到海边的 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捡垃圾活动 那次我们收集了大概有十公斤的垃圾 然后如果比较短途一点的参加人数 大概在十五个人左右的话 然后那天大家会比较轻松一点的话 捡到垃圾可能会有三公斤五公斤这个样子 所以相当于你们这个是一个day trip的一个活动 早出下午回 中途会有一两个小时收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对我们一般会在十一点左右开始 然后大概到一点多的时候就会结束 然后时光徒步结束之后 像我们一般会去到一个cafe 然后吃一个午餐 就大家也在一个室内的环境里面 然后更多的去认识一下新朋友啊 聊一下天啊 这样的一个社区活动 但是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special outing 就是Angle C的那一次 因为Angle C也相对比较远嘛 所以开车大概两个小时 从墨尔本出发的话 那次我们做了一个三天两夜的石黄徒步 当然我们当时有订一个住宿 那次有八个人参加 我们做了很多活动 就比如说一起吃饭做饭 然后下午的时候去到一个公园 国家公园 在海边的那个山石树林里面捡垃圾 晚上的话就玩桌游啊 看电影这样的一个社群活动 那次活动有三天两夜 像这种活动的话 怎么样确保说大家的安全呢 这个安全肯定是指的 就是身体上的安全 一个那种mentally的安全嘛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会很认真的 跟大家debrief 我们这个活动可能会发生的 一些潜在的一些concern啊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包容 很向上很积极的群体 大家在互相跟大家 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也注意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啊 语言背景啊 这个样子 活动是免费的 我们是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目前为止 这个组织哈 一个目的说保护环境哈 收集这些捡这些垃圾 还有另外一个呢 让这个库尔一族能够 我看你们的这个官网上 是说的是让他们有归属感 是吧 在澳大利亚生活 然后你们还 对 你们还拍了一部叫 Outpicker的纪录片 对吧 是不是也比较的能够反映 你们在这两方面的这个想法呢 对 这部纪录片 其实我之前就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有意义 然后我自己也是有那个电影制作背景的 所以当时我们升到了City of Melbourne 就那个 Melbourne市政厅那个console的一个funding 然后我们又就用一个那个很小的funding 然后拍摄了这个纪录片 这纪录片主要就是跟这个组织的另外一个co-founder 然后我们也是朋友 然后就以他为主角 通过他的视角 通过他的叙述 来讲述了整个我们这个组织的几次 比较有意义的不同的减垃圾的徒步活动 然后包括怎么通过徒步活动 去跟其他的人产生联系的 然后从而找到归属感的 大家怎么样去加入呢 如果是有人希望加入的话 有什么要求吗 第一点就是说回到刚刚说的那一点 我们这个群体只针对女性开放 第二点就是它是一个酷而友好的社群 如果说有任何的那种不友好的言论 恐童的或者恐酷而的言论的话 我们这个群体是不欢迎的 只要你愿意去认识新的朋友 或者是通过捡垃圾的方式去认识新的朋友 或者是热爱环保都是可以加入我们的 刚刚你提到是目前在维州开展了一些活动 而且这个也是维州based的 那么未来有没有想过是在其他的州 开展一些活动呢 对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因为有朋友马上要搬到新州那边去了 然后包括也有认识的朋友 参加过我们石黄徒步活动 现在也有在搬到其他的 因为工作的原因搬到其他的州 我们在想说 这个能够做到做强当然是好的 所以个人来讲也是很期待 就是我们有一天能够走出维州 然后进行一个跟其他州 在其他州的石黄徒步 然后去见识更多的 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好的好的 谢谢罗勒 谢谢你的分享 好 没事 谢谢 各位听众 以上您听到的是我采访 LaLaLa Outpick环保组织的负责人 罗勒的对话 感谢您的收听 了解澳洲 融入澳洲 欢迎登陆 sbs.com.eu 前写杠language 前写杠mandaline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